嗨 嗨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 我觉得郑州这场雪没给吓透啊 你刚吓完就停了 这还不过瘾 不够爽 酒量如何 一斤啤酒没问题 你走啊 你几年有任务 看见没有 要送酒是吧 那送酒跟我酒干啥关系 咱今天 吃东北菜 吃东北菜 我明白了 那东北人那好热情啊 知道为啥带进来不是 消费根本不能喝 那次都是我爹的当酒 所以说我带进来了 我觉得你是嗨我你知道吗 我也不能喝啊 反正任务交代给你了 至于咋弄就看你了 我现在高尔山你知道吗 还没拍已经盖上了 东北菜是吧 东北菜给大家印象就是 亮大石灰是吧 家常味好吃 那咱今天去瞅瞅吧 他有个车子 咋送啊 这家东北味道 苦嘴 那玩就这儿了 咱俩往哪一苦嘴 真不客气啊 哪哪都当自己家的店 这什么小鸡炖蘑菇 哇 东北名菜啊 这都提前做好的 对对对 您是我本店的老板 您是老板 对对对 他你传出 大哥 这个人不拍 这个人不拍 你 D6D6 您这个金刚子可 这个人D6点 我这个不拍 哇 您这一声 比我喜庆 不想 输人不输 认呆吧 一不框啊 够红不够 有点过年的意思吧 我也出啊 三两 不是 您这一脱衣服 让我想起了东北名句 能动手咱别 先看看这儿吧 我一进来就是 就是四个锅啊 这都是炖菜 对对对 那是蒜香鲤鱼 蒜香鲤鱼 对 那些驴肉炖头鱼肉啊 对 我以为是牛肉呢 这是东北的豆角 豆角是吧 油豆角 这是油豆角吗 对 这个是酸菜 这是杀猪菜吗 对 酸鱼白肉血肠吗 血肠 哇 这个好像是卖的最快的啊 哎呦 先看着大家都吃的什么吧 这个肉老香了 东北人就是说 大骨骼棒子 才那肉嘛 手撕下来的 不是都切了 听您口验 您也是东北的 那干啥东北的 那B点的是皮肚 皮肚 酸菜 血肠 大半菜 看这个味道就是你说的 这特别地道 跟我们的家乡吃是一个味儿的 我们也喜欢河南菜 我也特别喜欢河南菜 但也不放东北菜 好 尝尝啊 你先吃个肉 哦 直接吃也有味儿 是吧 对 我先直接吃一个 再占一个吃啊 对 多吃一口 这个肉很爱呢 特别粉面的那种感觉一样 根本用不到牙 拿舌头一顶就碎了这个肉 还是蘸完汁更提味 那个吃的就是肉的原味 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什么料味 蘸完这个肉吃的就更香一些了 红肠做得特别好 特别地道 是我们老家的 哈尔滨红肠 风干肠 还有东北油肚角炖排骨 是我们东北 是从东北空运过来的 这个地方没有 因为它生长的环境不一样 我们东北是黑土地长出来的 你们这般是黄土地的长出来的 这是啥 叉烧肉 叉烧肉 这是 这应该不是别人装上菜 我说谁点一盘这个肉才过瘾 来看看吧 哎呀 现在这肉看看吧 你们好啊 哎呦 好帅啊这发型 这是我们的名人 您这是我 经常看你们的节目 天天都关注 我妈我爸他们也爱看呢 我给你个机会 不要把我名字说错了 呃 你是 就是他 为什么忽然消音了呢 是不是 只留个嘴形 是不是 大嘴 是不是 不是 因为你说那个嘴可大 但是你嘴没有那么大 就是我爱吃不要吃这个 小鸡炖蘑菇 哎 这是我们东北特的菜 你可以尝一下 这个味道非常非常好 对 你没有这么舒服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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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吃肉 看你本质了 我觉得应该先喝口汤 你汤一不能喝 喝完之后 把街都吃光了 汤非常美味啊 哈哈哈哈 刚喝第一口汤的时候 就能够感到这个汤啊 非常的纯香 它味道不是特别的重 能够尝到这个鸡汤的味道 而且吃鸡肉的肉已经很烂了 味道润得很足 尤其这个蒸馍这个香味 菌香味 特有这个菌香味 真的特别香 这个蘑菇是我们正宗山里的蘑菇 可不就外面市场上能买到的 咱们这一桌也都是东北的朋友 东北 东北 都是啊 哇 东北 也有的 也有河南的 但是我发现真的啊 在这个饭馆就是一进来啊 如果不告诉您是在哪的话 就是进来就特别有东北的感觉 就感觉好像在东北当地 找着一个饭店一样 对 给喝一下 好 小食品呢 吃不饿 您能把我再稍微再捧的 再红一些不能吗 对 请找两千兄弟来捧你 两千僵尸粉 走起 一 二 三 OK 可以了是吧 给全 给全国正在看这个小视频的朋友们 打个招呼 现在有多少人啊 不是 现在我卧槽 大哥 你坐这儿吧 你坐这儿吧 网络怎么这么差啊 你还为我感情 马上到好了 我会先拿人 你上来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现在我直播啊 给大家看个东北点 走吧 盘子底拿点 一六和六啊 拿个菜成盘子底 那就这个吧 酸菜这个 它的酸菜你看嘛 它是片了 片完之后切了 吃 酸菜吃在嘴里面口感什么样 是脆的还是那种 面面的 正常是刚上的时间 稍微脆一点 泡一会儿就有点面面 有点面面的 它酸度的 酸度没问题 很棒 里面雪肠的味道 雪肠应该是我们老家的雪肠 我看这一桌 酒为了灯泥 连菜都不敢倒 都被点痴迷了 看见没有 不会吧 我有那么重要吗 在这桌 给你来一杯 酒啊 酒就算了 咱说说菜吧 都是我们东北味的 杂猪菜 固形肉 在那个杂青盒 正常在老家吃的话 也是这样的 还有啥菜是啥的 剩下三个是素的吗 剩下三个是素的 这里面 这里面也有肉 也有肉 这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素菜嘛 上来之后 第一口 让你先尝 我不好意思 谢大哥 尝尝 导演我快吃不动了 我真是从第一桌吃到最后一桌 再吃都还吃到后厨去 我陪你 一会儿导演待会儿发生了点什么 帮我擀着点 这个就是把那个肉馅啊 酿到这个青椒里面啊 然后炸的这个锅 又出了这个虎皮啊 你肉吃完了 你给肉吃 我说回我刚才的话 他不是把肉馅酿进去吗 他是就那个头 那一点儿有一坨肉馅 然后你给吃了 后面就是虎皮辣椒 里面没有馅 撒礼物了 真的啊 来 赶紧的啊 老挡紧刷个礼物 让我们东北帅哥 一口干礼物赶紧 来吧 来啊 还真有人刷礼物呢 那比你来吧 大鱼 大鱼 您有多少粉丝 您有多少粉丝 我现在粉丝比较少 还不到十万 对 不跟他玩了吧 人家是十万的主播 我的粉丝有多少 来 举个手让我看看 哈哈哈哈 两人是吧 一声一声一边闹 酸菜 红肠 杀猪菜 老铁 干杯 杠杠的 在狭长的饭店内 或是三五好友 或是全家聚会 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的情形 到处可见 不仅让我们领略到了 东北农家风味的豁达 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东北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豪迈和洒脱 沉浸在其中的大嘴 也不忘今天的送酒任务 当然 前提是自己 也有了一些小心思 把我捧红今天晚上 你一直都很红 我跟你说 你是河南人的骄傲 我决定恢复恢复你 你喝酒吗 喝呀 经常喝 你们看都在喝着 喝皮的 皮的 谁喝皮的 你指着皮的 皮的不给劲 你知道吗 谁喝皮的 现在谁喝 还个白的吧 还个白的 还我送你瓶酒 你好 感谢 来吧 来 刷个给物 来来 赶紧 帮我送点粉 刚才送的是什么酒 来来 大家看一下 五粮春 OK 五粮春 哎呀 五粮春 永远都年轻 哎呀 感谢明文之秀 五粮春酒 对本安部关注酱品 大力支持 还吧 大哥 您拿着吧 好 谢谢 谢谢 我能不能红 今天晚上就靠你了 你这都很红 因为你的衣服都非常的好 坐着喝点 来吧 还不说 你们就快走了 先喝一口水 我觉得这句话 盐味之一 喝 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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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水 你千万不要说是酒啊 你要说是酒的话 你就得埋怒我们都没人了 这是水 还是我们的补量 啊 来 我给你 黑大哥吃好可好 安言走了啊 来 来 来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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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美食特别的家常 普通到几乎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有这样的食材 但是既然咱们在家里都能做又为什么要出来吃呢 走吧 跟着我的脚步看一看就知道了 导演只说这样食物很普通 可没想到说的竟然是捉捉弊点 却有十分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这个米饭特别的棒 What 这个米饭不错 这个米饭就是它是按那个餐会费的一个人四块钱啊 然后咱出去点点的米饭也没有这个好吃 是吗 对 别看这个米饭它随便吃就四块钱 但是出去点一碗米饭都没错 等于他们店里这四块钱是自住的随便吃 对 有小零食啊水果啊之类的 那我问一下您这随便吃是没啥 但是它这个口感怎么样 口感可以啊 这个米您看一粒一粒的 有的米它蒸出来都是一坨一坨的嘛 哦 这个米您看扒到底都是一粒一粒的 还真是啊 晶莹剔透了 看着啊 这个米 好像你这米里头就跟有那种就是米油似的亮晶晶的是吧 对对对对 就是跟米油似的可有反光的 那一般粒粒分明的米有时候做不好会觉得有点干 它这个有吗 是不干不干吃着可惊 这个米的口感非常好 然后就是跟家里的米不太一样 因为家里的米比较粘嘛 这个米不粘 这个很利口香香的感觉 反正是感觉是不是自己家里的锅蒸出来的那种米 所以我特别爱吃 我看过它那个这个说明吧 不是说明就它那个宣传 宣传哈 它是是木桶蒸的 确实是好像是木桶蒸的 反正蒸出来的感觉给在自己家蒸的不一样挺好吃的 你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哪 就是口感好 这个米的质量应该是很不错的 好米应该是个 它这个米是一粒一粒的 知道吧 它这个米就是 咱一般的就米比较 咱南方 北方人吃饭不是比较那个米比较粘一点 但它这个米就是一粒一粒的 可以看出来 也能吃的 也能口感上面也能吃出来 也吃出来 对对对 粘腻 对对对 但是一般一粒一粒的就比较干嘛 这个有吗 没有没有 它米应该选的还是比较好的 你知道这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我不知道 我对这个饭菜不懂 那边有人跟我说 反正它在家是蒸不出来 我也蒸不出来 我发现他们这有四块钱一味的自助 可以有这个热饮冷饮还有小吃 最重要的就是这边 大家都在拿碗来盛的这个米饭了 看上去好像挺普通的呀 但是为什么一会儿就下了这么多 都说的挺不错 我得去问问大厨到底好吃到哪了 没想到让食客们赞不绝口的竟然是白米饭 乍看一下这米饭平平无奇 仔细看看确实比家里蒸的米饭松软 可毕竟只是一碗饭 它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师傅 我看下面放了好多米饭 大家伙都说口感挺特别的 不过我看着不就大白米饭吗 挺普通的呀 对啊 普通的米我们把它做成最经典的 最好吃的米 普通的米你们能把它给做成不普通的米啊 对对对 这个是不是还是一样吗 不一样 就换了个大桶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不一样 口感不一样 我们经过这个两到三道的工序 两到三道的工序 蒸的米饭需要两到三道的工序吗 虎谁呢 我们我们第一先泡四个小时 您用的是什么米啊 用的是东北东北大米 东北大米 老板亲自跑到那边去选的大米 店里选用的东北大米 一年只收获一剂 质地比较硬 所以用水泡四个小时也不会粉掉 只有这种比较硬的米 才经得住店里蒸米的三道工序 层层考验后 蒸出口感与众不同的米饭 把这个泡好的米啊 先捞起来 控一下水 然后上楼蒸 蒸15分钟 先蒸蒸15分钟 15分钟 然后再加开水 加食用油 再拌 拌匀 很快的速度 大概的十几遍 等一下 你蒸完米饭之后 往里面加开水和食用油 为什么呀 放用的是为了不给它 斩到一起 口感更软 更肉 更软 更柔 更滑是吧 对 更香 由于米饭泡好后 经过第一次蒸汁时 锅里是不放水的 所以第一次出锅后的米饭 要加入开水和油 一起搅拌均匀 之所以要快速搅拌十几次 是因为要确保 每一粒米都能够吸收到水分 一旦速度达不到 米饭水油 就不能充分的融合 第三步 拌均匀以后 闷十分钟 就是闷一下 闷十五分钟 然后再上中蒸 蒸二十分钟 可以了 先闷 然后再蒸 对 我听完之后 我虽然脑子觉得有点乱 但是这个明显 跟咱们平时在家 蒸米饭那个步骤 比起来麻烦得多呀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经过这样一道又一道 反复的这个蒸啊 闷呀 拌呀 最后出来的这个米 口感怎么样啊 口感等一下 你尝一下你知道吗 我尝一下是吧 对 反正我看大家伙吃的挺开心的 我看看 你看它这个米 松松的 对 就是它这个米啊 拿到手上 你看 感觉用手去摸的时候 就是很蓬松 对 你看 不一样 你看 它是一粒一粒 粒粒分明的 对对对 对吧 拿到手上再捏一下 觉得还是弹弹的 有点弹性 对对对 你看 真的不一样 放到嘴里也不一样 有的米放久了之后 它是粘的 你看我这样给大家捏一下 你看 捏一下 虽然这个米被我捏扁了 但是它一粒一粒的这个 形状还是在的 对吧 对 每一粒米感觉就特别坚挺 口感非常好 你尝一下 还带一点点的油香 好筋好弹呢 而且外面那层滑滑的 特别有嚼头 米香味也很足 难怪大家伙吃了这么开心的 而且这个米还是自助的 免费的 免费的 我能吃完再带碗走吗 那不行 干嘛 热气腾腾的米饭出锅之后 马上会被送到自助区的电饭堡里保温 很多食客都会回碗 简直是供不应求 配着这样的米饭吃菜呀 哪怕是素菜 也吃得更有滋味了 我问一下你们吃了什么呀 我来晚了 这锅底都没有了 这个 这个是手工豆腐 你知道是吧 你点的 这个像那种豆腐羹一样 特别软 里面就像有汁一样 手工豆腐怎么长这个样啊 吃着口感怎么样 口感不错 甜甜的咸咸的 两个味道 甜咸口的是吧 但是它这种长条状 这外面这一层是裹的什么呀 裹的是鸡蛋嘛 我听他介绍的说是里边有鸡蛋 我不知道是里边有鸡蛋 还是过温有鸡蛋 看这里边挺嫩的是不是 特别的嫩 所以吃到嘴里 那外面这一层是什么呀 外边这个可筋 因为它浇的有汁吧 它不是浇的那种 如果没浇汁的话是浇的嘛 它浇的有汁 吃着外边这一层黄黄的可筋的 感觉跟咱平时吃的那种豆腐 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嫩多了比那个豆腐 那个豆味太重 这个豆味不那么重 吃不吃 吃个小孩 宝宝也能吃吗 宝宝也吃了 看着好像是 里边弄的他都吃 里边都能吃 对对 平时吃的豆腐是那种 纯的那个豆制品嘛 它这里边加了鸡蛋了 能吃出来吗 能吃出来 但是口感能吃出来 但是没有鸡蛋的味道 但是吃出来那个豆腐味 豆腐味也没有太浓的豆腐味 反正与众不同 挺好吃的 我经常点这道菜挺好吃 您刚才说到口感了 这个是什么口感呀 嫩嫩的 甜甜的 稍微带点辣 比较焦嫩的 里边比较嫩 像那个鸡蛋羹的味道 豆腐和鸡蛋是很常见的食材 可大厨呀 是怎么把它们合二为一的呢 师傅 我刚才看下面好多识客图 点了一个说叫手工豆腐的 吃着口感不一样 您用的是什么呀 这个都是 哎 这个吗 哎呦 这是豆腐吗 怎么看上去跟布丁似的 你看我这一摇它还在晃呢 这是那个用豆浆 跟那个鸡蛋 柴鸡蛋 做的 等一下 豆浆和柴鸡蛋 就能做成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样的豆腐 对 您不是在唬我的吧 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没有没有 想象不出来呀 这个 看这豆浆跟鸡蛋 怎么就做成这样 像布丁一样的豆腐了 有柴鸡蛋 看这蛋黄颜色比较深 蛋清蛋黄都用哈 对 就打成这种有气泡的 都比较均匀了 然后呢 然后把豆浆 这个豆浆 也是你们自己在厨房里 现打的吗 对 自己打的 自己泡的豆浆 那得放多少豆浆 150 150毫升 150克 我觉得这个就不太像是豆腐了 像是蒸蛋 还有一道工序 还有一道工序 把里面的 没打开的 没有打开的 还有蛋壳啊什么的 过滤出来 你看这个是您过滤出来的 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就是一些没有打开的蛋清 对吧 这是要准备干什么了 上楼蒸20分钟 那照您这样说 好像没啥技术难度啊 我们在家是不是也能做成这样 可以啊 真的可以啊 可以可以 所以大家也可以学着在家里试一试哈 就蒸锅就可以了 20分钟 虽然看起来简单 但想要做成食客桌子上菜肴的模样啊 也要经过好多步骤 豆子泡发好后磨成豆浆 与鸡蛋按比例混合后 上锅蒸制20分钟 蒸好后分割成长条形 过油炸至金黄色 最后淋上炒好的酱汁 这道手工豆腐才算做好了 如果你还想再来点硬菜 红烧肉也是下饭神器 软糯滋润的红烧肉 配上劲道弹牙的白米饭 再淋上浓稠的酱汁 多吃两碗饭绝对不成问题 我们给大家发现的这家店 我看大部分都是以这个家常菜为主的 像这个鱼香茄子呀 还有红烧肉啊等等 但是我们给大家伙今天推荐的 是家常菜中的家常食材 就比如说这个豆腐啊大米啊 都是我们家家户户经常吃到的 但是这个做法呀却特别讲究 你看 这个基本上是到这儿 每一桌食客都会点的 到底味道怎么样赶紧尝一下 加起来的时候都觉得好嫩哦 裹了一层上面的酱汁 试一下 哇 小心一点 哎呦 好嫩哦 我感觉特别像是在吃鸡蛋羹 但是它比鸡蛋羹更有嚼透一些 特别像布丁 尤其是你咬开能看到中间有这个气孔 它是特别嫩特别滑的那种 鸡蛋的香味也有 但是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明显 我觉得吃这个豆腐最重要的就是吃它那个 滑滑嫩嫩的口感 还有外面比较焦 然后里面比较软的那种很有层次的口感 如果拿这个汤汁泡米饭的话 应该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咱们河南人口味比较重 可能比较喜欢用那种比较辣的 比较咸的汤汁来泡饭 但是它这个因为它调的比较有滋味 所以我拌一口试试啊 因为我看刚才采访的时候就有人是这样吃的 它只能给它压扁 但是不能给它压散 说明这样的米吃到你嘴巴里之后也是那种特别弹的 而且我觉得一般粒粒分明的米可能到嘴里会比较干 但是它这个没有 就是湿润度刚刚好 不会特别干 但是也不会特别黏 要想把这个简单的食材呀 做的好吃 做到原汁原味 真的不容易 如果大家会对这家店的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这家来尝一下 好吃 今天孟韩给您推荐的食物 可以用简约而不简单来形容 每一道都有小心思在里面 如果您也想来试试这家主打家常菜的馆子 记好地质来尝尝吧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栏目 今天导演很贴心啊 要吃羊肉去喽 你再说一遍 谁跟你说吃羊肉的 你吃涮锅不吃羊肉吗 我理解有错吗 吃涮锅为啥非得吃羊肉 你涮锅你不吃羊肉 你吃什么 老婆里面有老婆吗 鱼香肉丝里边有鱼吗 没有 那为啥吃涮锅一定要吃羊肉呢 对啊 吃涮锅不吃羊肉 那吃啥呢 我喜欢吃他家的那个 那个梁藕 梁藕夹 那个好吃 连夹 对 哦 有连夹 还有别的什么 还有酥肉 这个酥肉不是说 但是这个牛肉丸子确实值得一提 吃过这么多家火锅 确实也很少见到这个 这个牛肉丸子这个东西 哎呀 嗯嗯 酥肉丸子连夹都是很常见的菜 其他涮锅店里也都能吃得到 这家有啥特别的呢 你说丸子吃起来什么感觉 挺好吃的 他们家的不像就是有些是 牵着一些面子比较多 没那么多肉 纯肉丸子 对对对 纯肉丸子 是是是 因为它吃得多过瘾呢 特别爽特别爽 嗯 酥肉的口感怎么样 酥肉就是 以我个人的吃法 就是先入锅 入锅煮个煎 就30秒左右 然后那个肉已经热透了 然后那边外边的皮还是酥的 小酥肉也是现炸的 能吃得出来 能吃得出来 炸出来有的时候 就是直接端上来就是热的 小酥肉待会知道就是 刚炸完热的 然后你直接吃 哎呦 那个感觉特别好的 嗯 对 是吧 是 我作为回民 这些东西去外边很少能吃到 也不是说吃不到 但是很少能吃到 为什么呀 因为一般情况下 这种东西 包括那些丸子了 脸颊 都是在那些有些 就是洗事上 红事上 然后别人上的 桌上边会有那 然后你要是去 单纯的去店里边吃 很少有 你说的是指 经常洗 对对对 回民那个经常洗 嗯 那个上面会有这些东西 然后其他店里边是很少有的 这经堂洗呀 可不一般 这是咱们回民特有的一种宴席 也只有在红白喜事之后才会办的一种宴席 其他时候你想吃还真就吃不到 其实这个酥肉 说句实话 你吃到它那个味道的时候 真的就是那个最传统最典型的 就是在这个清真菜里边 你吃到它的小酥肉的时候 那个味道 您知道吗 因为它的味道和平常你吃到其他味道 是不太一样的 它的味道会相对来说 会稍微的重一点点 所以你吃起来会更香一些 外边那一层略带的筋 而且又是那种顺顺滑滑的那种感觉 而且一口再咬下去的时候 里边就是很扎实的牛肉了 酥肉下锅涮煮的时间不同呀 吃起来的口感还不一样 如果追求口感 下锅半分钟 把肉热透捞出来就吃 还能感受到外皮焦脆的口感 想追求嚼劲 多涮一会儿 外表爽滑 酥肉发软 嚼劲十足 所以现在这个牛肉的丸子 其实它并不是那种 像我们有吃那个潮汕的 那个牛肉丸 你感觉它那个肉 就是一丝一丝的那种感觉 它这个里边 一口也还有之后 你是能够咬到牛肉的那种颗粒感的 嘴巴里面的味道会非常的香 所以吃起来感觉是过瘾又解馋的 把这几洋菜弄到涮锅店里的 就是这对母子 本来店里只有一些牛羊肉 并没有酥肉这些东西 而这手艺 以前也只有他们自己的亲朋好友 才能吃得到 你手艺跟谁学的 反正几代人都会做 祖传的 祖传的 自己吃嘛 家里有事自己办事 弄存的都是自己做 咱在选择这些牛的时候 有什么要求或者讲究吗 都宣传了南洋黄牛 南洋黄牛 黄牛肉吃着口感好 它这牛肉它吃糙 它不吃的 不像其他的动物吃自联 牛羊肉都是吃糙的 吃草的 是吧 所以味道会更好一些 那你像这个酥肉 然后咱选择的是什么肉 哪的肉 后腿肉 牛后腿肉 牛腿肉紧烧 肉丝多 炸酥肉不需要 这肥手相间的 谁说吃起来 好吃 好吃 口感也好 有咬劲是吧 全牛肉弄好了 给它切开 切成那小条 再这样打了 自己加工给打了 再腌制 腌制一关上 再开始炸 放了一页腌制入味的酥肉 过油炸到金黄色 油温要控制到七成热 而另外一个牛肉丸子 对油温则有另外的要求 这又是为啥呢 油温这个酥肉的油温稍微高一点 腕子的油温低一点 因为腕子满 酥肉下来快 也是沿着撩一会儿 稍挺一会儿 得挺挺再炸 要不然它不出味 它得打上劲吧 肯定得打上劲 很大很大 你不弄好了 它不虚 它中间不运势 哦 还不能死定定的全都是肉 那可不 它得稍微捧一点点 那可不 上完劲之后就可以直接 让它下油锅了 挺挺 跟它整模样的 香上 打了就 要去醒一下 啊 醒一会儿 一般会醒多久啊 转个腕子 有三个小时都可以了 当然 除了这经糖席中 几样经典的菜品 牛羊肉那也是少不了的 没有牛羊肉 那还叫涮锅吗 感觉好像味道有点不同 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家里边也有什么 家里边老家那儿也有这 吃的这个是比较的回味 肉比较浓厚 这个回味是来自于哪儿 是来自于这个肉类本身 还是 这个小料呀 还有这个肉类本身呀 都能体现出来的 哦 都可以体现出来的 对对对 口感还真不错 嗯 属于比较嫩还是怎样 比较嫩 嗯 但是比较嫩的 有个煮的时间长 可以 比如说发硬啊那种 对 哦 不会发硬 嗯 对对对对 就是比较耐煮的那种 嗯 对 经常吃什么 羊肉呀 哦 来着就吃羊肉来的 对 羊肉怎么样 好吃 好 在哪儿了 厚 他们家那个肉量还是比较大的 牛羊肉切得厚 除了有嚼劲之外 小马师傅其实想的特别简单 就是要吃过瘾 他本人将近一米九的大个子 又高又壮 去吃铜锅涮肉的时候 总是觉得肉切得薄 口感好 但是不过瘾 一盘肉下去还不够自己吃呢 所以他才想着把肉弄厚点 就是想让人吃着过瘾 结果这一盘肉爆出来呀 足足有七两种 一般人两盘下去就撑得不行了 其实大家伙刚才有提到这些羊肉 咱们羊选择哪个羊 羽东应订了小山羊 羽东的小山羊 对 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小山羊 也是那边的衰突 它是尖性比较大 这个山羊没有这个山味 二是那边的羊 它那边的达部分都是味操 不吃死了 就是包住这个羊肉没有山味 没有什么山味 对 那所以就是说咱用这些羊的话 一般会用几个月大的羊 五个月到六个月 就是伴随伴随伴随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来条 这个就是羊来条 这个口感就是适合嫩性朋友 这就是非瘦相间 而且偏肺的一种 这个就是偏瘦一点 有点不喜欢吃这个肺了 就是腻了这种 喜欢吃瘦肉这个 比较喜欢吃这一种 这盒子挺有意思 是吧 儿子想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母亲和父亲都心疼儿子来帮忙 母亲坐经堂席 父亲不会做饭 就在后厨帮忙生炭火 在这儿不仅吃到了美食 还有一种家的感觉 每天把店里当成自己的家一样打扫 让时刻吃饭有一种干干净净的好心情 要理财 找光大新客户有专属的高收益项目 本来帮特别感谢中国光大银行 郑州分行的大利益支持 确实是因为它的羊肉 切的会比我们平常吃到这些涮羊肉 那个羊肉片会稍微厚一点 所以吃到嘴巴里面之后 你会感觉这一口下去会很扎实 不像我们平时吃到那些 还没有怎么嚼就没有了那种感觉 所以它这个第一个是嫩 第二个就是有嚼劲在的 它不单只是说特别的嫩 但是吃到嘴巴里面没有嚼劲的感觉 就那种散散的 当然还有一个方面怎么说呢 就是说它没有什么那种羊肉的那种青山的味道 应该这也是玉冬小山羊 比较受大家欢迎的一个原因 吃起来的时候有羊肉的香味 但是没有那个山味在 所以除了吃这个羊肉之外呢 建议您像酥肉啊牛肉丸子啊还有连结啊 您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保不齐就是一些小惊喜啊 当然了大家伙呢也不用只是 看着我吃的这么开心对不对 您呢到店里来啊 只需要您出示您手机上 也关注了香香美食的官方微信 香香美食您就可以享受八八折的优惠 当然了是所有的菜品八八折酒水除外哦 今天是又来到了几元啊 刚好赶上下大学 来到这儿是为了找特色美食 但是一到地方啊 几元当地的朋友就说 我们这儿有一大特色 一定要尝一尝 但是当它说出名字的时候 我估计电视前观众朋友应该跟我心情是一样的 这个东西啊 叫做肉夹馍 是不是听上去特别普通 你说哪没卖肉夹馍的 但是哎 当地的朋友说啊 他们这儿肉夹馍 跟咱吃的肉夹馍是完全两码事啊 从饼的制作到这个肉的制作都是不一样的 最关键你是知道吗 他们拿肉夹馍是当早餐吃啊 到底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呢 咱们一起瞧瞧吧 说到肉夹馍 相信大家都吃过 但拿肉夹馍来当早餐的可能并不多 不过在几元 一个肉夹馍配上一碗汤 这却是很多几元人早餐的首选 不光吃的时间和咱们不同 几元的肉夹馍 从饼到夹的肉 和咱们常吃的肉夹馍 还真不太一样 今天我们找到的这位李大姐 做肉夹馍已经三十多年了 在几元也是小有名气 虽然是肉夹馍 到这儿发现啊 这个肉夹馍 跟咱平时吃的那个肉夹馍 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你看首先从这个饼上来看 我看那吃的饼 这个家的肉饼特别薄是吧 这个饼 是 很薄啊 而且这个饼上面还有这种 有玄壮的这个花纹一样东西 这个跟咱当地 咱郑州当地 包括卖的那些领宝的肉夹馍 那个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也是纯死面的 纯死面的 纯死面的 当地这个肉夹馍的饼 都这么做是吧 是的 这在我们当地就是特色的 特色 特色 哦对 这种饼是皮胶里嫩 这在当地称光光牛 光光鹅 光光什么 光光鹅 光光鹅 光光鹅就是光光牛 光光牛 光光牛怎么解释 它就是像那蜗牛一样啊 就是等于上面这两楼旋状的就有点像蜗牛壳 蜗牛的壳 哦 这个名字这么来的 李大姐说 因为这种饼上有一圈圈的花纹 比较像蜗牛的壳 所以几元人都把这种饼叫做光光牛火烧 肉夹馍或者喝羊肉汤吃的都是这种饼 做饼的这个方式跟咱那边也不太一样 咱那边是和好面 整个面是搁在案板上啊 揪点剂子出来压饼 它是一个大盆装的这个面 我看这个虽然死面但挺稀的这个感觉 特别软乎 大姐就直接从那个盆里揪出来一坨 我看您这抹的这是 油 油 这什么油 这是卤肉的卤油 就里面的煮肉的那锅里面的油吗 是的 我这个可以啊 是 那这个饼奶多香啊 咱那边无非就是有些简单的可能只有盐 稍微复杂点 有些五香面啊 加一些调味料之类 直接肉汤做饼啊 哇 这个感觉实在是 光光牛火烧 最重要的要数饼表面的那一层花纹了 要想唠出花纹也是有技巧的 我看您是直接在这上面 然后先先炕一会儿 炕一会儿之后拿手再把它压成饼 是 这一圈就它打一圈 一圈 打一圈 哦 先去去 对于要把这个有这个 咱说那个蜗牛花纹这一面 要先把它给稍微炕一炕 是 要让它定个型是吧 是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大面团直接搁上 打一圈 看一会儿之后你看 你再拿手把它给 转着圈啊 把它给压成一个饼的形状 卷好的面团 要先在凹子上炕出花纹 然后再慢慢压扁 做成饼的形状 而且李大姐从和面到饼做成形 都是徒手完成 并不用任何工具 这种炉子里面刚烤出来的也是徒手抓 是 哇不烫啊 哎久了都不烫了 习惯了是吧 是 看看您的手 哦 这是 手都打成歪的 这是 我妈妈的手都打成歪的 哇真的啊 您竖着让我们看 经常做饼啊 就做这手就经常转转转 这样转的是吧 对 做个三十年饼 手指已经有点歪歪变形了 成年做饼让李大姐练就了一副好手艺 但其中的辛苦可能只有自己知道 一张饼要先在凹子上炕成形 然后再放进炉子里烤制 刚出炉的饼即使不加肉吃起来也是别有风味 这是刚出锅的饼 捏在手里面 特瓷是啊 而且这外表这个皮 真的很硬 有点比较焦焦的感觉 哇好烫好烫好烫 哇 一掰你知道吗 外面这个皮 就直接就给开了啊 就是脆的 里面的这个面 能够明显感觉到是筋的 特别筋啊 哦 这是进了肉汤的面啊 有没有感觉这个面里面 这个面都是油啊 这就是肉汤 哇尝一口 肉味 真的是肉味 哦 外焦给筋 它不是已经不是那种软的 是筋的口感 哦 单吃饼都好吃啊 除了饼和咱们常吃的肉夹馍不同 这里肉夹馍夹的肉 也是很有地方特色的 震撼不震撼 一桌子肉啊 这是什么感觉 你们这肉煮好之后 就这么摊到桌子上 全是猪头肉啊 你看夹的肉都非常的特别 而且这个吃法 咱那般那个吃肉夹馍 那个肉 基本上都是在那股汤锅边 就是我们那时候体现 都就泡好的 都是成块的肉 人家夹的是猪头肉 而且不用泡 这直接夹嘛 是 这个因为在煮的时候 这个味儿就已经完全 已经进去了 是 在晾好以后 如果夹馍的时候 用热肉 它得在卤汤里 再 哦 想吃热的话 稍微再涮一点 是吧 和其他地方的肉夹馍不同 几元的肉夹馍里 夹的主要是卤制的猪头肉 而且不光能夹猪头肉 猪大肠猪皮等都能夹 最特别的是 猪蹄竟然也能做成肉夹馍 这个猪蹄怎么夹这么多骨头 骨头剔出来 骨头剔出来 是 你们给剔出来 是 哎呦 那这个夹个猪蹄可够费事啊 你这个都要把它剔干净剔出来 是 我们帮过了 好帮 哦 嗯 哪地方有骨头 就这个帮 谁吃过 加大肠 加猪蹄 这种肉夹馍实在是太厉害了 就我觉得加猪头肉 之所以大家喜欢吃 也因为猪头肉 相比着咱纯的那种什么五花肉 真海肉 会更香一些 是吧 李大姐说 她家的卤肉都是当天的肉 当天卤 因为早上吃的人多 所以每天清晨就开始忙活了 一天要卤上两大锅才行 这感觉啊 往这卤汤锅边一站啊 香气失足啊 最关键你知道吗 下着个肉看着太过瘾了 全是猪头肉啊 一口老汤 配上自己调制的料包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卤制 肉要卤到软烂入味才能出锅 冒着热气的猪头肉 配上刚出炉的烧饼 原来早餐也能吃得这么与众不投 到了几元啊 就要按照几元 当地比较地道的吃法来吃 虽然他们家备的 还有很多一些小米粥啊 包括油茶都有 但是啊 据当地人说 吃这个肉夹馍啊 一定要配这个鸡血泡 这个鸡血泡 当时听说我还以为是鸡血汤 但是跟鸡血汤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这个汤是用那个大骨汤打的底啊 煮的大骨汤清汤 哦 里面是夹的这些鸡血 还有些米线 还有海带啊 其实这个鸡血泡我感觉就是 大骨汤泡鸡血 要来个这个 说到他们当地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习俗 就是早上吃这个肉夹馍 我问了很多人啊 我说早上吃这个 为什么选择吃这个呢 十个人 八个人告诉我 吃这个 顶饱能撑到中午没问题 哇 就是为了吃饱嘛 我这吃饱 大早上吃肉 实在是太扎实了 来一口 用骨肉的油 做的饼 再加回这个猪头肉 我不说 你想象这个味道是什么样的 太香了啊 这个要比咱们当地吃的那个 肉夹馍 这个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里面的肉很嫩啊 捂的这肉已经很嫩了 最关键是这个饼 口感特别好 外面焦的 里面是筋的 吃到里面的肉 又是那种软软的感觉 这个饼啊比较薄 给人感觉就是里面加的肉 是相当多啊 满满的一烧饼 全是肉啊 而且他们家就猪头肉卖的是最好 当地人喜欢吃 除了这个猪头肉之外 还有很多啊 像一些猪在下水 包括猪耳朵啊 包括这个啊 大厂什么都有 想加什么加什么啊 哇 我觉得这还要几元之后啊 早上一定要赶早 起个大早 尝尝当地特有的这个早餐的吃法 我觉得真是太特别了 一开始还会 我觉得早上吃个荣耀蒙 会不会太油啊 一点会油呢 真的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